大家好,我是评奖,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正常所风君 本期视频给大家带来的是圣诞树上的小猩猩 这里用到的是新陈节 先来看一下材料和工具 下面呢,我们先拿出棉线 其中一头我们稍微烫一下 只要让线不散就好了 另外一头我们需要把它跟塑料针连接一下 下面开始新陈节的边纸部分 那首先我们先针的这一端 我们朝左量出65公分的位置 捏住线头 右边的线向上绕一个圈 然后捏住下方的位置 右线绕一圈 这个位置先卡好 然后两边的线圈在中间的这根线里调整一下 尽量让上下大小一致 右边的线头穿入下方的小圈 不要全部拉紧 留一个差不多大小的长度 线向上翻一下 拉住正面 背面的线也要这样子向上拉一下 这里呢我们形成的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留一个口子 同样的线上这样翻一下 新的一个小圈出来了 然后背面的线同样的 压住前面的小圈 把线翻过来 这是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 大家可以对应一下 下面粘住右侧所有做好的小圈 用左侧的针线开始绕线 水料针穿过刚刚形成的这个小圈 从它的中间穿过 然后从整个星星的中心下翻往下拉 看一下背面 它是从中心下来的 线刚刚从这里下去的 那下面呢我们要从这个位置上来 然后再绕回刚刚进去的这个小圈 下面我们逆时针转一下 接下来我们顺时针进行制作 刚刚我们入针点在这里 下一个在它的左侧 同样的方法 先穿过这个位置 然后向下中心的位置 那看一下背面的效果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绵线小环上我们这里是最后一组 我们这里要过两个圈 注意线一定要拉直拉平整 如果有小圈圈绕起来的话 要把它调整掉 那最后我们看一下 每一个花瓣上它都是有两个小环的 这里是最后一个 所以我们要继续把针穿入我们这个线圈 但是我们最后一针 我们把线往背面去入针 拉进去就好了 调整一下位置 那这里星辰节绕线的部分就完成了 下面我们看一下收线 这里需要大家准备一把镊子作为辅助 带针的这一头我们量出32公分的位置 这个点卡在手上 抽一下线 确定线头的位置 把它余线拉上来 卡在手上 下面我们进行收线 收线我们可以先 前面的线我们要拉紧 后面的线我们就是试看一下线头在哪里 再把我们有空间的线拉过来就好了 这里就按顺序去收 我们线还是有规律的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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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前面 站上 好 那是 那是不是 такие 你 快点 到这里 我们先待于一半的面收好了 我们看一下下面这根线是这样子 回过来的 在视频课程学习过程中 遇到问题大家可以截图评论 看一下这里呢 我们线头已经到最后一个位置了 就把它抽下来就好了 那到这里呢 我们小心心的部分就完成了 我们看一下尾部的线的长度 基本上是一致的 所以大家按照我这个配方去制作 两边的线头就差不多大小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